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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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大叔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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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解憂廚房 來今天誰有什麼憂 這次來自那個四川的小天 等一下 四川 四川 真的 阿大叔叔我真的沒有講錯 他就說他的小朋友現在正值青春期 對 那青春期 媽咪特是幫他買一些中藥的鑽骨湯 喔 味道就很重 你看小朋友 聞到 我自己都不喜歡 阿大叔叔 有什麼料理 他是可以幫助小朋友成長的 好 我們那個年代還沒有鑽骨湯 但爸媽會比我們喝牛奶 那我又不能喝牛奶 我有乳糖不適 那我現在之所以可以長這個樣子 我老媽說 因為我從小愛吃魚 然後你看小孩要長高 就蛋白質 鈣質 維生素D 這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把這個東西放在菜裡面 平常你用食補 讓他多吃這些東西 其實就可以幫助他 幫助他長高 好 所以我們今天做 我要做一個紅燒鯛魚片 我準備了這個鯛魚片 你要乾煎也可以 你要把它紅燒也可以 我今天用紅燒的方式 我們就放一點油 把鯛魚片放進鍋子裡面 那我今天鯛魚片呢 要跟豆腐一起燒 好 我們把一邊放鯛魚片 另外一邊我們就放豆腐 這樣下去讓它乾煎一下 煎到兩面有點焦黃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把它做紅燒的動作 好 那今天我準備了另外一個菜 這個是油菜 油菜 但我們也可以準備菠菜 菠菜 都可以有維生素 那我們就可以幫助小朋友 小朋友吃這個是很好 膳食纖維這些 對 好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菜放下去燙 等一下 燙以前 先淋一點油在裡面 那那個燙出來的青菜會比較綠 有一點油量 然後你可以加一點鹽巴 那我們在燙的時候呢 我們就來調一下那個青菜的醬 我今天預備了這個 這個是芝麻醬 我們加芝麻醬進去 大概加兩匙的芝麻醬 然後加一點醬油 然後加一點糖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鹽巴 胡椒 然後再加一點香麻油 來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豆腐跟魚 如果煎得差不多 哇 你看 漂亮 好 基本上讓它兩邊煎到金黃色 就可以讓它 就可以開始等一下做紅燒的動作了 這個菜應該燙一下差不多好了 來 我們把它弄得好看一點 好 接下來我要請你做一件事 請幫我把它弄碎 好 這一個 沒有問題 交給我 你一邊弄的時候我要一邊來紅燒這個魚 好 好 我們加一點醬油 兩大匙的醬油進去 然後加水 然後我要加一點糖 可以把醬放下去 讓它一起紅燒 來 我們把我們剛剛的青菜拿來 這個你就讓它放下去紅燒 就不用管它了 那我們把剛剛做好的這個 醬汁 醬汁淋在上面 然後之後把花生 撒在上面 增加口感 然後有一個 香氣 對 那我們就燒這個 讓它燒到入味 好 收到差不多湯汁快要乾的時候 把那個蔥放上去 然後你撒一點胡椒 好 好 我們就 洗鍋前一點點香麻油 其實這樣就可以 這裡面呢 有蛋白質 鈣質 維生素D 那這個都可以幫助小孩發育跟成長 所以長高不一定要喝轉乳糖 味道挺重的 好 來 我們兩個都不需要長高 但是你有在健身 轉骨這個需要 你有在健身 你還是需要有蛋白質 對 豆腐 豆腐其實是很有蛋白質 跟那個鈣質 魚呢 魚它不但有蛋白質 它還有維生素D 對 那維生素D 你要 鈣質要轉化 其實維生素D很重要 那這個小油菜呢 其實是補鈣的聖品 那我們今天又加了芝麻醬 哇 所以其實是很適合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來吃 這加芝麻醬跟那個花生 味道 很搭對不對 很搭 然後夏天我覺得吃起來很清爽 對 像我這種乳糖不適症 不能喝牛奶 然後又不愛喝轉骨湯的小孩 其實我覺得平常靠這些飲食 然後記得不要讓他們熬夜熬太晚 對 一定要早睡 對 因為睡覺才會長 才會長大 真的 你不睡覺你就真的會變矮 所以呢 我想我們平常飲食注意 然後呢 讓小孩有充分的休息 是的 他們自然就可以長高了 對 當然小孩如果愛喝牛奶 那當然更好 好 那下次如果還有什麼煩惱憂求 歡迎在我們的官網跟粉絲頁留言 是的 也幫我們按讚 按讚 要訂閱喔 好那我們解救廚房下次見囉 拜拜